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萤幕球的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进得了厨房 出得了健身房 专门为你讲解健康料理的shed 今天呢 我要为你讲解的一份是 完全不需要用到油的料理 今天我们要做的料理是 鸡扒 couscous 还有一些青菜 那么现在我们直接来腌制这个chicken chop 在你的chicken chop的身上 让它千疮百孔 把少许的盐 撒在这个chicken chop上面 然后少许的garlic powder 之后我们给这个鸡肉少许的按摩 但是最重要的一环是 你的chicken chop 你需要用那个纸巾 把所有的水分都拍干 那么我们腌好鸡之后呢 下一个步骤就是 来预热我们的锅 我们直接把开水 加入这个锅里面 同时间我直接加入少许的盐 加上少许的garlic powder 搅一搅 好 三分钟到了 我同时间预热我的这个大锅 同时间呢 我需要把这个滚烫好的 调好的这个水呢 直接加进去这个couscous里面 稍微的给它搅拌 在最短之前把它盖上 好 就是那么简单 那么下一个 这个预热的锅 我们来做这个鸡扒 好 就把它放下去 按一按 那么我给它煎一个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我就调中火 在等这个鸡扒的同时间呢 我们直接来煮这个青菜 直接一个干净的锅 然后 加入大温一点点的水 这个倒一点点 然后我要把所有的 蔬菜 放进去这个锅里面 我就可以稍微的 拌一下这个锅 好 把蔬菜放下去了之后呢 我就把它盖起来 完全的盖起来 那么我就把这个蒸气孔关上 然后我就关火 那么这个鸡扒也是差不多两分钟的 我就把这个锅盖盖上 给它焖上一个七分钟 先做一个摆盘的动作 看到没有这个Couscous 就把它摆上来 看到没有很 fluffy的那个Couscous 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煎鸡排了 看到没有 我完全没有放油 你可以看到 这一个盖起来呢 它有一个烘的作用 我们再把它盖回去 再焖上多 两分钟 来 两分钟过去了 现在 看到没有 皮那一边呢 其实是很脆 好 鸡排搞定 那么我们让它休息一下 健康料理 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 不会像你想象中那么清楚 这边需要 breast一个 四分钟到五分钟 我这边的话 就顺便洗一下我的锅子 用湿纸巾稍微搓一搓 那么一道简单无油的健康料理 就这样完成了 其实这是一份被点名的料理 如果你想要我为你做不一样的料理的话 直接在下方留言 你敢写我敢做 这一期视频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一期见 Bye Bye